這個是立法院的新聞 立法院的這個所謂的正副龍頭 現在反正就是藍綠各自歸隊 各自有各自的人選 那這個立法院長副院長是一回事了 那但是呢 國民黨團裡面自己也要選包括總召啊 包括書記長啊 包括這些黨團的幹部嘛 那這個呢 現在有兩個人要爭取的這個黨團總召 包括了有傅崑奇還有賴世寶 而且這傅崑奇呢是來勢洶洶喔 他叫柯建民去收金 因為他來了 柯建民會害怕 所以要趕快去收金 來看傅崑奇說 一年之內 他要讓民進黨八年的弊案全部揭露出來 他已經準備好了以天劍屠龍刀 喔 金雍來了 柯總召我馬上來伺候你了 馬上就來喔 國會改革 現在不是口號 今年就要完成 因為立法院黨團的幹部是一年要換一次的 所以他就打算在這一年 如果他選上總召的話 那就是以天劍跟屠龍刀伺候 好 那這個柯總召聽到之後 立刻也就回答了 他說不管你是賴世寶還是傅崑奇 叫正是難免的 我祝福他們啦 但是大話不要講太多 選上再來講 我們再來慢慢看柯總召 對那他就是 先就是也不知道誰會當總召嘛 所以他就說好啦 我們再慢慢看這樣子 那立委賴世寶呢 他則說 他希望黨中央 黨中央包括主席啦 韓國瑜啊 江啟成啊 這個是要選立法院的政府院長的 都不要介入這一次黨團自主的選舉 那臺北市長蔡萬安是說 國會一定要團結才能發揮戰力嘛 不然你國民黨這次選了這麼多席次上去 如果不團結 不是也就等於白來了嗎 那這個中廣的前董事長趙稍康 之前的副總統候選人 今天就幫這個戰鬥籃 就是新的這個立委 新科立委們要上課 告訴他們怎麼樣才能夠這個 好好的監督這個執政黨 他就講說他們戰鬥籃 他們是戰鬥籃不會支持特定的人選 那立委有自己的決定權 戰鬥籃呢 根本也不是一個剛性團體 所以呢黨團的幹部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年其實是一任啦 今年沒有做到明年再做 其實這應該是可以協調的事情 確實是如此啊 好像不需要搞得這麼刀光劍影 是不是 好所以呢 在今天登記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是要選這個黨團總召的 來時寶 福昆奇都登記了 然後呢 在這個書記長的部分呢 侯孟凱先登記了 林思民剛在快要結束之前的壓線 跑來簽名了 所以書記長也是兩個人選 總召也是兩個人選 那總召的部分呢 當然這個看起來 福昆奇是這個自信滿滿 甚至要科借名去收金 所以我們就來聽聽看 福昆奇他今天是怎麼說的 新國會二月上路 國民黨成為國會最大黨 黨團總召之爭 立委副昆奇來勢洶洶宣布角柱 他說要修法要求賴靖德 道立院被巡 更要掀開綠營逃避監督的各種黑幕 過去八年民進黨所有的弊端 包括高端包括疫苗包括口罩包括快篩包括潛艦 是不是能夠在今年攤在陽光下把該移送法辦的人全數法辦 讓所有的部會無所遁形 我們看到美國的國會聽證會 只要任何人講謊言就是重罪 我們要全力推動陽光法案 尤其八百萬的民意是對賴清德總統並不支持的 福昆奇有能力來整合 以過半數的國會席次監督賴清德 民進黨大黨邊柯建民橫跨十屆立委 富昆奇校正說自己贏的機率比較多 柯總召過去跟我多次對壘從來沒有贏過 我們不管以天見屠龍刀都已經準備好 我想整個民進黨都是牛鬼蛇神 最怕的人當然是富昆奇 柯總召我來了 你趕快去收金 好 我馬上到了 民進黨執政哀哄電視台一片綠油油 有綠台做錯免發 媒體綠的卻落到關台下場 富昆奇再喊話 不再讓NCC娛漏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NCC委員必須要經過我們的同意 不再是民進黨的打手爪牙 所有過去媒體被NCC打壓 現在富昆奇來了 NCC不能再欺負各位了 總召之爭富昆奇和賴石堡對陣 雙方檯面下瘋狂運作拉票 檯面上隔空喊話爆出火花 會不會像馬英九後期一樣 變成軟弱多數黨 要看未來的總召能不能引領出新氣象 解釋是李正恩 這件事的背包到 好 這個參選的登記是到今天中午截止 現在確定黨團總召會是富昆奇對上賴世保 其實不管誰選上都好 趕快先處理NCC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另外呢就是時事評論員黃陽明 在他的臉書上面表示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總召 其實是個苦差事耶 不知道他們兩個在講什麼 他舉例第十屆 總共有三位總召 包括了林維洲 費鴻泰 曾明宗 那扣除曾明宗他是不分區立委 另外兩位即使是在藍營相對優勢的選區 其實都是面臨挑戰根本都沒有連任喔 所以強調你要選總召 信三思很辛苦 而且不見得有好處 那黃陽明也在留言區補充說 第九屆的四位總召 包括了廖國棟 林德福 江啟成跟曾明宗 導師第十屆都有連任成功 所以這樣話說回來就是 你有沒有當總召跟你會不會連任 其實好像沒有太大的關係 好 繼續來看到的是這個2月1號 藍綠就要角逐立院龍頭寶座了 那韓國瑜呢 今天先給新科立委上課 他說啊 就像老鷹展翅一樣 但是你不要忘記囉 你現在在老鷹展翅 可是有狐狸在等著你摔下去 意思就是說有一些很敢跳的人 在等著你摔下去 另外就是對於民眾黨態度很搖擺 國民黨現在也開酸了 就說小心 如果這個民眾黨 你決定要去支持執政黨 也就是民進黨的話 你的後果可能就會淪為像是一個小綠 然後就會慢慢的泡沫化了 2月1號立院龍頭藍綠對決 最大黨力挺的韓江沛要對上 麗拼連任的游昌沛 和藍營新科立委齊聚一堂 凝聚黨內團集氣勢 韓國瑜先分享經驗給後輩們親自上課 新科立委一定要了解 這個老鷹在懸崖上起飛 那個小鷹很興奮 第一次要起飛 爸爸媽媽在旁邊很著急 只要他展翅成功 他就翱翔九天 但如果他失敗 他就會掉下去 你就會看到北極湖里 一掉就掉走了 立法委員不是一樣嗎 民眾黨至今態度搖擺高 如果上午民眾黨支持了游錡坤 就支持了民進黨 那下午說要再改投江啟成 那我是建議江啟成拒絕啦 就是國民黨一個都不要 就讓你民眾黨跟民進黨結合成一體吧 就大驢小驢 那這樣的話很快的民眾黨 就像時代力量啊 或台聯啊 以後就沒有了 不必玩這種權謀跟遊戲 就是開大門走大陸 如果民眾黨選擇支持游院長 國民黨當時已經說過了 說服大家一致支持 就是寒江雙進雙出 表示我們不接受這種 副主席等於是帶羞辱式的 民進黨執政中天遭關台 NCC打關 私卻十五連敗 但相對當三立大股東 違規買中家頻道股權 搞媒體壟斷 接電視播政論節目嚴重違規 NCC完全不對三立禁電視 做證和發還 再一黨炮轟 簡直可恥 一黨獨霸 一黨獨大 一黨獨吞 一黨獨佔 就是造成今天NCC完全沒有公信力 所以為什麼NCC的處分啊 什麼都常常被行政法院駁回 因為NCC已經是個不公正 不公正到極點的一個所謂委員會 某被下架的電視台 每個訴訟都打贏的話 那我建議清德兄應該在這個時候重整 把這種違反所謂的言論自由百分之百的 對於這種被側造的媒體 做出損害 損壞的回覆 這個兩套標準很明顯 陳肖祥主委應該是要道歉下台吧 他應該也要還中天公道 國民黨能否兌現承諾 在國會發揮最強載監督力道 全民都在等著看 記者是紅綠出國好 SN小組台北報導 是不是是不是要還中天公道 我們已經15勝了 你NCC又不道歉 又不還我們這個52台 難道想要就這樣落跑了嗎 陳耀祥不對吧 這樣子做人做事不好耶 再來看看難道這是一個奇妙的巧合嗎 立法院今天幫這些委員 要抽這個研究室新的辦公室抽籤 就是大家知道嗎 這個韓國瑜呢 他抽中了青島二管3506研究室 這研究室很有名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這個 這一次沒有選上的高嘉瑜的辦公室 那高嘉瑜之前 來到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因為漏水的問題 所以有重新裝潢 然後呢整個裝潢成粉紅色的辦公室 如果你有去看 還有滿滿的Hello Kitty 是立法院非常有特色的辦公室之一 所以像韓國瑜抽到這間辦公室 是不是他以為要在粉紅色的 這個辦公室裡面上班 還是希望他可以 這個能夠當選立法院的院長 去院長辦公室上班 可能會比較不會這麼尷尬一點 另外這個青島二管呢 除了這個高金素媒 還有陳玉珍 這個都是連任成功的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首次當選的陳昭姿 大家應該知道他是誰 民眾黨的就是他就是以前那個幫阿扁看病的啦 還有回鍋成功的國民黨的王玉銘 以及黃潔 是不是老是碰在一起 跟韓國瑜又抽在同一棟裡面啦 黃潔也抽在這個青島二管 所以這個青島二管 未來可能就會成為媒體的焦點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韓國瑜真的當立法院長的話 辦公室會重新安排 那至於2018年高雄市議會的光景 是否會在立法院重演呢 看來黃潔應該是沒有這個戰力啦 畢竟現在這個國民黨裡面有 許巧新 還有這個羅志強 從中都去了 所以呢 未成定局我們等著看啦 好除了關心言論自由 當然還有國家安全喔 前海軍司令陳永康也是這次的不分區立委 他就說戰場是不分君與民的 也讓韓國瑜聽了覺得很感慨說 戰爭無贏家 和平無輸家 另外這個是美國的學者 他是這個胡佛研究院的學者 他就說了 事實上大部分美國的觀察家 默默希望國民黨能夠選上總統 因為才能跟對岸來溝通 而義無異恢復一年 今天是第一批陸軍正式報導 一南排排站等待入伍受訓 今年元旦起 並以興致上路 2005年後出生的男性國民 義無異恢復回一年 而首批就在25號入營 選手機 首批4陸軍2226T會徵集670人 將由北中南步兵206旅302旅203旅負責接訓 共有8週入訓以及44週部隊訓 而根據內政部義政司預定行程表 除了入營第一週末之外 其餘採取週休 算浪費時間吧 我滿震驚的 為什麼同一屆的只要當四個月 然後我們只要當一年 當然會擔心啊 應該要互相溝通 不過這時間的拉長 不少父母憂心忡忡 一名審訊義男的父親表示 萬一出狀況 這是退役新年 一定是首批被徵召上戰場 父母怎麼可能不擔心 也有家長留言 台灣20多萬兵力 對上解放軍約200萬兵力 徵召再多人也沒用 既然今天國家的政策改變為一年的話 那我就心甘情願的接受 另外也有一難反映 義務一軍人24小時待命 但通貨新訊也只能領2萬多元 連基本薪資2.7萬元都不如 政府根本合法剝削 從6000元提升為21350元 另外包含健保 軍保 以及主付食費跟提拨退休金 已經提升到29000餘元 已經超越了基本工資 一年一五億 外界猶心忡忡 就怕規劃還沒做足 各界難以接受 這裡請楊恰王一婷特別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這場運作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但不會有更多的 如果你說明天下 我希望你更多的 我希望你會見過 好久沒見 我希望你會見過 但我希望你會見過 我們可以提供 我可以提供 我可以提供 你才能做好久沒